HELLO 晚安 晚安大家 晚安 HELLO 好久不見 一個星期左右 打個招呼好了 HELLO 初鋒 晚安 燈火晚安 Snoopy 晚安 君彥 晚安 蛋塔嗨 HELLO 小薰 晚安 HELLO 地府的冠軍 謝謝中和妹妹的要愛兔兔 酷喔 謝謝初鋒的一封信 HELLO HELLO 博成 HELLO HELLO 晴天宇 晚安 熊熊晚安 遊浪到屏東晚安 嗨兔兔 HELLO HELLO 威如 晚安大家 9點鐘 準時開播 謝謝蛋塔的一封信 謝謝蛋塔的一封信 安安 安 晚安 好久很 好像很久沒見 是嗎 一個星期沒見了我們 差不多 HELLO UNO 謝謝你的筆心 謝謝博成的禮物 YA 晚安 今天過得怎麼樣啊 今天沒有偷跑 你說提前開播嗎 對啊 今天就是正常開播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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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琴啊 好像很久沒有看到斑馬尾 是啊 之前剪頭髮 然後很短 所以 就綁不起來 現在就已經到了 可以綁頭髮的長度 可是你們有看我綁丸子啊 丸子 綁得到丸子就代表 欸也不一定耶 好 今天是雨天 對啊今天一整天都下雨 謝謝Tim的掌聲鼓勵 咖哩的楓葉 謝謝姓薇的行李箱 今天很休閒 下班一條龍 這幾天下雨很涼快 很舒服的在家上班 HELLO 好久不見 綁丸子頭只能算中等長度 其實也不算啊 因為 因為就是 馬尾也是 短頭髮也是可以綁馬尾的 就是 就是後面會掉下來 如果 就是比較長一點的話 欸 對啊其實 如果把它夾起來 還是 還是可以綁馬尾的 綁丸子等於阿小剪頭髮 哈哈 哈囉 晚安 晨恩 晚安 晚安又欣 嗨卡丘 哈囉 呂貓 哈囉 搬獎 晚安 融融晚安 阿貴仔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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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謝謝謝謝 今天好多長 好多長是什麼意思 謝謝 信偉的行李箱 謝謝阿虹的玫瑰 謝謝 謝謝Snoopy的風 晚安 晚安 只是期待可以出門的那一天 期待我們 就是 重新開始活動的那一天 為此 好好地 爭執自己 好多直播要看 因為 大家今天都有 今天八九點很多人看 謝謝Martin的幸運四葉草 可以一個人在宿舍玩躲貓 你們不覺得這樣子很可怕嗎 一個人在家玩躲貓嗎 誰要來抓我 我要去抓誰 這好像有點可怕喔 好久不見 可惜風加冥了 對啊 好可惜喔 可是沒辦法啦 疫情比較重要 對對對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可以見面 喔我真的很想念 笑唱的感覺 哈哈 沒人在 可以每天睡一張床 是不會這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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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美鬼 謝謝 謝謝楓妍 今天SSKR都有 謝謝好孩子戳戳你 欸 對欸我看一下 好元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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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記得有人問我個什麼 但是我忘記 忘記 忘記是什麼 好 沒事就可以剪影片 可是沒素材了呀 好元気嗎 真是很想出去拍東西耶 謝謝蛋塔的楓宴 今天穿黑色 為什麼穿黑色 因為我覺得我 最近好像有點太甜了 直接講 我覺得最近IG 看起來很甜美 所以我直播應該要穿的 啊 應該要穿的酷一點 這家拍拍抖音 可是想要讓皮膚休息 就我覺得 正同做了 就是這份工作很需要每天化妝 然後 然後難得最近可以 就是讓皮膚休息一下 就多多休息 多多做運動 多喝水 欸 欸 我不知道放哪裡 我的燈要放哪裡 看這裡 這衣服還是很甜的 都那麼黑了怎麼甜 哪一部分甜 你跟我說 我連橡皮圈都是黑色的耶 你這樣 啊好吧 你們說甜就甜 好 我有甜甜的笑容 謝謝 普拉斯的 文字頭 可以看到 看不到 肚肚 但是沒有要給你們看的意思 偶像路徑 偶像路徑 過了整整一個禮拜 才給小琴視訊 等很久 哈囉 晚安 哈囉小紅 哈囉 中瑩 哈囉 圓桌武士 謝謝姓偉的脫脫你 我都快長牙了 真的 發牙 嗯 我覺得我這樣很運動風耶 就很 雖然 就是 我今天穿的是長褲 但是 平常在家就是太熱了 所以還是會穿短褲 然後 就覺得很適合運動 現在有93個搓搓你 怎麼怎麼看到 怎麼看到那個 哪了幾個搓搓你 可是我今天打算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後來突然發現 自從那個宿舍公演之後 我就突然發現這個位置 其實很好 欸 對不起按錯了 然後 我就想說 我就可以靠著這個 這裡有一個牆壁 然後 我就要靠著這個 就是 挺直 是 Germany 哈囉 臉如 哈囉 臉 哈囉 臉 臉 喔是 欸 欸 我看到了 看一下 是 喔是喔 找不到 我找到那個畫面了 但是看不到錯錯了 好吧 那你們 對 現在才100個 還有100個 謝謝 真情告白 謝謝筆心 謝謝玫瑰 謝謝筆心 假落地窗 假落地窗 什麼是假 呃 是 它是落地窗 吧 也不算 因為它不是窗 門 最近還有當特級廚師嗎 嗯 有咩 其實我覺得 實在在家裡 因為 我也不太想要叫外送了 因為 首先就是 還是 就是懶得出門 不是懶得出門 我覺得就不要出門 我連門都不想出 就是下去拿外送也是很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的 大家其實平常 晚餐都怎麼解決 會 因為現在 不是大部分都在居家隔離嗎 那 居家訪印嗎 那大家是 呃 大家是 大家是 外送比較多 還是會考慮 就是 例如買一大堆東西 放在家裡 之類的 還是自己煮這樣 媽媽祖 喔媽媽祖 喔媽媽祖好棒喔 下樓對面買便當 其實有幾個選擇啦 不然的話都是 要不就是 買一大堆 乾糧 然後先 買回家 放著 然後 就是要的時候 就可以吃 又或者是真的是 買菜回來自己煮這樣 不能出門 所以買了一大堆 冷凍食品 冷凍食品 自己煮 還是要這樣才上班 所以正常外帶回公司 辛苦了 我是 嗯 我算是 乾糧 然後 自己煮這樣 然後 然後 我今天要跟你們說 我今天 吃的晚餐 雖然有點早吃 對 因為我最近想說 呃 就是 晚一點吃的話 晚上比較不會餓 就是到很晚很晚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會餓 這樣 我都去麥當勞 得來 速出 疫情開始 所有 才 到 回家吃 不然之前加班 公司會買晚餐 喔 我今天 因為我買了秋葵回家 然後 然後 也有納豆 然後 豆腐 就是 大家最不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 但是我 昨天 買了飯 我就買了幾包飯 就懶得煮飯 但是就買了那種 就是 已經煮好的飯 就想說可以 今天跟明天可以吃 這樣 還是這期 很棒啊 秋葵很棒 然後 然後 因為真的是 很有營養啊 然後 但是 因為納豆快吃完 所以我不忍心吃 所以我今天吃了 秋葵 凍飯 好沒有凍 秋葵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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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葵很好吃 還有 對 秋葵太可怕了 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晚餐 會沾醬油膏嗎 不會沾醬油膏 可是會 沾那個 醬油 那個叫什麼 紫U 要不要吃吃看 十分納豆 可以啊 我是可以啦 十分納豆 可是納豆很貴耶 豆腐飯嗎還是正常 正常的飯 正常的飯 我真的很久沒有吃飯 但是我有時候在想說 要吃飯嗎 因為 要煮飯麻煩 對 是真的飯啦 菜是豆腐飯 是真的飯 吃了一半吧 明天還可以再吃 我覺得我很棒 就是一邊 一邊 也不是養生叫什麼 就是 好好的 吃晚餐這樣 我也喜歡吃豆腐 相信其實要吃豆腐嗎 臭豆腐嗎 嗯 不討厭吃臭豆腐 不想吃飯就吃麵啊 有啊 其實這邊有泡麵 但是 又沒有很想要吃泡麵 欸你不覺得夏天很熱 就沒有很想要吃澱粉嗎 對 然後我有在 好好的運動 就是這是我的目標 然後我自己為我自己 就是 建立了一個目標 然後希望 那一天 就是 現在 就是有一個目標的日子 然後希望那個目標的日子 我可以達成我的目標 不會想喝湯 吃湯的吧 太熱了 可是我蠻想喝湯的 因為我很久沒喝湯了 喔好想吃糖水喔 很熱開冷氣吃澱粉類才讚 泡麵不要吃太多 對身體不好 一定會達成的 我的 運動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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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企劃 運動企劃 我自從買了防疫泡麵之後吃了超多 防疫泡麵之後吃了超多 之前好幾年都沒吃泡麵 我也很久沒有吃泡麵 但是也是防疫的時候多吃了麵 對 除非在外面吃什麼pasta之類的 對 小型不敢開冷氣 也沒有到不敢開啦 只是又覺得 沒什麼必要開冷氣啦 現在直播有開冷氣 沒有我 最近都沒有開冷氣 就好像還好啊 而且今天下雨 又沒有到很 熱 我昨天沒有開風 我電風箱都沒有開 最近有新上市的 新的唇涼 應景的粽子 大家要吃粽子了嗎 對 這今天很涼快 不用開 糖水是粵魚的甜湯之類的 對 開冷氣 身體很涼 可是我的鼻子會很爆炸 會很痛苦 自己做還是會學會省電 對 省電喔 順便救救北極熊 哈哈哈 是真的沒有在開冷氣欸 除非 我運動也沒有開 我就覺得運動 就流汗啊 流汗很爽 然後 太熱就擦擦汗 然後很熱嘛 然後 運動完之後就去洗澡 上個禮拜吃了今年的第一顆粽子 真的假的 粽子欸 好酷 舊舊福德德朋友 這幾天下雨 我很開心下雨欸 然後大家都說 大家都說我很奇怪 但是沒有打雷 真的沒有人喜歡打雷啦 這幾天還好 但熱的時候還是對自己好一點啦 還好啦誰會對自己不好啊 熱的時候還是可以開個風扇 其實我覺得 除非一直在抖 然後不然的話其實電風扇對著自己也是有夠涼的 謝謝建谷的楓葉 廣州今天打雷下暴雨 我覺得 我 我聽到 我是昨天嗎 昨天有打雷 昨天不是下雨嗎 然後打雷 然後 只是打了一聲 我就想說 怎麼現在打雷都 都只打一聲兩聲 怎麼都不 前天打雷很大聲 直接被嚇死 就打了一聲不是嗎 就是那一次 可是 就一直下雨 下雨就會讓我 我本來其實 要去補貨 就是 嗯 東西 好像可以去買一下這樣子 然後 就下雨就有點懶得出去 可能不是昨天是前天 昨天 昨天是我的休息日 昨天是週末耶 昨天是105度的日子 快去 gaz消化 超級愛大 整天 剛剛版本 那是 就是要去趁下雨去 日子 下午又下雨了 他比較少 感覺較安全 寂寂的 不想出門 但我今天也有出去 因為去買了要買的東西 去繳一下費 繳一下電話費 昨天整個被你的天洗腦 哪有天 那是105度的蒸流水 蒸 蒸流水 謝謝CKMK的一封信 只有暗105度的你 小太陽跟閃亮閃亮版都愛你 我選不出來 你們到底知道閃亮閃亮跟 小太陽版哪個是哪個嗎 今天去繳的聖閑錢 謝謝哈 福德都沒有好好唱嗎 是燙嗎 甜到蒸發 熱愛105度的你 這首歌真的是很很洗腦 然後其實我已經比較晚發出來 因為其實蠻 蠻久之前就拍好 只是剪 然後也蠻早就剪好 我想一下 比那個 買Cookie Can更早就弄好 但是就是 我在想說什麼時候要發這樣 其實很想兩個都選 但投票只會選一個 所以大家都沒投 你有比閃亮閃亮 第二個是閃亮閃亮的 但是我之前聽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聽小婷唱 唱過所以直接接 所以因為我讓大家喜歡唱這首歌嗎 可是這首歌很甜啊很可愛耶 忍痛捨的閃亮閃亮版 唉唷我 我小太陽版 剪得那麼好 只是 只是沒有 沒有在動而已吧 只是一些舊素材 那個剪 剪得蠻開心的 原本那個 我錄了一次之後 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畢竟彈唱蠻難的嘛 然後我就拿去給傑星聽 然後傑星就 幫我調了一下音 就兩個版本都很好 很多人選閃亮閃亮吧 看到教授還有很多 壓箱寶視頻 一個有剪一個沒剪 這樣不太好比啊 我選了小太陽 我沒有壓箱寶啦 我都是 唉 就是 已經沒東西剪了 大家 還是你們要剪早 剪影片給我看 要不要剪影片給我看 我也選了小太陽 謝謝 其實都可以啦 兩首 兩個都很 這首歌就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 就是很喜歡 我怕別人覺得我太 太抖音歌 不敢一直放 想要看什麼樣的影片 嗯 都可以 看你們創意 可是有啦 我看到蠻多人 就是自從那個宿舍公演之後 然後蠻多人給我一些回饋 跟 嗯 有人幫我剪影片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都有看到 很開心 有剪剪了 我有看 我有看 欸對欸 你很用心 最近才發現 潔心 唱歌 跟作曲 好強 潔心的潔是 清 欸清潔 的潔 三點水 潔心是音樂人 我的老齡 有把事故剪進去嗎 我覺得大家把我剪掉比較好喔 大家把我剪掉比較好喔 這樣 好好笑 是說去年潔心有發一篇你唱歌的先動 不知道有沒有後續了 可能要問他 現在小琴教徒考試 我記得我在那邊 有幾個未完成品 但是也 但是也那個 嗯 那小琴是什麼人 小琴是 你們的教育 小琴是小太陽 因為小琴的數色公園很用心 所以一定要給回饋 這也是給小琴的肯定 謝謝 你的事故很吸粉 哪裡 哪一部分 我們 未完成品 對 僕的太陽 僕的小太陽 回UR 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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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字幕的時候就會發現 有幾句 對不起小青唱錯了 直接唱錯段 火太有 火太有小太陽 六日的生活就是吃飯睡覺 躺床上看小青公演 然後兩天就過去了 太快了吧 謝謝綜合喵喵的戳戳女儀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 我本來有一件事要問大家 就是 因為現在 已經5月31號了嘛 然後 然後 六月也快到了嘛 六月快到了之後 哈嘍草莓醬 然後 再過兩個月就八月了嘛 然後八月不是有特別的日子嗎 然後 要特別問一下大家 大家 就是因為有點 就是 像什麼 有一點 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就是 大家如果 生日聽 的話 你們 會想要看到臉嗎 就是我在想說要做有臉的還是沒有臉 就是 用畫的還是 就是有這樣 做臉的話 放臉上去會有點害羞 我也會很害羞 然後想說 可以先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最近 開始在想這件事情 啊 我就猜到大家就說 大家都會說 都可以啊 臉T很齒力很高 這樣子 齒力高但可以接受 好那我聽到你們意見了 反正我現在有 三個想法 已經 在腦海裡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只是 順便來問一下大家 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過就是考慮到教徒的部分 可能要考慮一方 其他飯的部分 聽一下不知道要怎麼買 好像 可以 找別人幫你代購 好 沒事其他東西都不跟你們說了 你們慢慢猜吧 期待 八月來臨喔 輕輕的問了一下 看每個人的身材 小心跟臉 就會有各種 變化 什麼意思 外偏像 日常像的 都 可以 濕穿的 不過想先設計一定好 先不要給我那麼大的期待 其他 其他就先 先保密 先保密です 好啦 那你們就慢慢期待吧 我用了兩分鐘時間 問了這個 有點害羞的問題 就是 不知道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我覺得就是 好像可能是因為 最近沒在做什麼 就是 疫情影響比較大吧 當然 然後就覺得好像 剛剛 2021年 現在已經 六月了 明天就六月了 用了兩分鐘 問兩個月以後的事 然後就覺得 哇 時間過得好快 已經一半了 最喜歡看 害羞的樣子 怪怪啦 不愧是愛賣光子的 孩子 莫名其妙就六月 就錯了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宿舍 坐席會正常嗎 還是會睡得比較晚 我也想要坐席正常 啊 我坐席很正常啊 每天都很相似 起床的時間都幾乎一樣 不會晚 對 因為我不喜歡過了中午才起床 但睡覺的時間就 我一直跟 就是 朋友聊天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今天一定會 早一點睡 但 每天都很早睡 你的不正常是幾點 不要給自己找藉口 最愛是你生日 還有14天 剩下就相信小婷的設計 說早點是假的 我有 因為想要早點睡啊 我很健康啊 我很 我很那個 我很 就是我很固定的 就是 9點10點11點12點 這4個小時內 我一定會起床 反正我不會超過12點起床 反正我不會超過12點起床 對我好好吃飯也有在運動 母親大人跟阿小童田生日 哇 獅子座 最後都 一點都太廢 林依已經很早 所以已經很早起床 下午一點 下午一點算早了耶 我覺得就是對於一些很晚起床的人 我有看過就是 三四點才起床 所以 就覺得 一點 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 但我覺得 過了 就是會覺得浪費了一天 雖然我很晚睡 就是正常來說 如果把時間這樣子 移過去的話 好像也 也沒有到 就是很 就是 很浪費時間 就是 中槍 我都晚睡早起 然後上班 常常睡過頭 起床 年輕人晚睡沒關係 等老了就知道了 其實我 我有 前幾天有想要早一點睡 然後 但是因為我 我都晚上 就是 我分兩個時間做運動 然後一個是 中 中下午吧 然後 一個是 晚上 晚上 最近有提早一點 然後我想說提早一點的話 然後就去洗澡 因為流很多汗 然後洗澡 洗完澡之後 就 再整理一下 保養一下皮膚 對 現在就是這段時間 很閒 所以要好好保養皮膚 對然後 保養皮膚之後 就是再 滑一下手機 之類的 然後 就差不多睡覺這樣 但其實這樣子 滑手機的時間 滑超過 一個小時多 自從小琴叫我不要喝酒之後 我大概九成的時間 都是12點就睡了大概 那很棒耶 我都用小琴起床了 當我的 鬧鐘聲音 想要小琴叫我起床的 鬧鐘 阿姆 起床 以前學生時期也蠻常挪 生活時間到凌晨的 睡眠品質好差 三四點才起床 省了早餐跟中餐 超省錢 欸可是我 我最近覺得 不要 好像 不要吃一餐比較好 我現在就是 還是 還是要把中午跟晚餐 吃掉 因為 我就覺得晚餐 好像不能吃那麼多 因為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早午晚餐 要該怎麼分 但是聽說 早上吃多一點是 比較 就是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減肥 或者是說健康一點 晚上吃少一點 早上吃多一點是沒關係 所以就中午多吃一點 然後 中午就可以多吃一點 然後晚上就 就隨意一點這樣 但因為起太晚 不然的話 吃早餐我會覺得 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會很想吃午餐 呵呵 所以就算了 就等到午餐再吃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不好 好像是吃三餐比較好 早餐都不想要吃太多 對 因為聽說晚上就是 看你幾點吃啦 就吃完晚餐之後 你幾乎好像 然後 好像是代謝的部分 然後 就比較 會沉澱 什麼 早餐一定要吃 中午多吃一點 好像就不用吃太多了 對 最近都不喜歡吃早餐 我通常中午吃最少 如果加班 就會爆吃 消夜 我只要 吃完午餐 就想吃晚餐 然後我一起很OK 早餐 早餐 上班都會吃早餐 然後就不一定會吃午餐 出社會的時候 也不怎麼吃午早餐 但我早上 不論如何都會來 跟 對 來一起吃 大家都不吃早餐耶 這樣好像沒有很好 但我也沒吃 最近都早午餐一起睡超晚 有一點 我就覺得我好像 但我又有時候在想說 因為實在是 有很多 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分配 就覺得 太早起床了 我試過很早起床 就是9點鐘 然後 9點鐘很早 好像也沒多早 9點鐘 然後就起來 然後伸展 做一下 成天運動 然後 然後學習 然後 看劇 然後 還是多了很多時間出來 我就覺得 因為我很晚睡 然後就想說 那就 那就 晚點起床吧 我現在就是 運動 每天運動 算早嗎 總覺得早餐忍一下 就可以吃午餐 睡到2點吃的 叫做早餐嗎 看你怎麼想 我是覺得 那就叫午餐啦 前陣子加班 咖啡喝太多 所以不太想吃早餐 9點不早也不晚 算是早上 但也不算中午這樣 想知道 想知道小芹 小芹現在在家一整天 必要做的事 小芹會想要拍片街上嗎 可以考慮看看 不然我怕 素顏太另搭 那個 對 早一天 滿好的話 就可以 拍一下 反正我現在很想剪影片 我就 我已經就是在群組上面 一直跟大家說 呃 大家如果 呃 有什麼影片啊 很無聊 然後懶得自己剪的話 可以找小芹喔 直接沈腰工作 大家有 呃 沒事做可以傳一些影片 讓我剪剪喔 哈哈哈哈 你們不是要出一個新節目了 感覺就會講到大家 的事情 對 tt在家 和你在家 前幾天 的會員信 有小芹素顏的影片 你確定是素顏 那是素顏嗎 那是 那是那個嗎 那是烏火的那個嗎 那是烏火的那個嗎 我可以傳影片給你剪嗎 你可以傳影片 但是 我 剪了也不會跟你說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把素材都 穿上雲端 然後讓小芹自我發揮嗎 是可愛的狗狗 是可愛的狗狗 哪一個啊 哪一個啊 啊 那個啊 烏火的那個 有那個嗎 欸 我那天看到那個 影片我就想說 哇 我瀏海好多喔 這 那是 那是一個梗 等一下 那個會員 有人收到嗎 那個 我想說 那個 那個 頭髮 那個 流海 算已經 去年的事情 我想說 哇 我瀏海好多喔 怎麼 哪裡來的頭髮 哈哈 小芹可以自己剪上次的宿舍演出 那就不剪了啦 可以剪練莉莉的樣子 可是定的很好 就是跳舞比較不會畫來畫去 那個很酷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我現在也不太 會動一點點 沒關係啊 現在是居家 居家小芹 居家小芹 我就抱著一瓶水 大家有多喝水嗎 大家可以多喝水 在家 很容易胖 就是要多動一點 然後 然後 多喝水 I love water Let's drink water 回復的留言意外的多 比上次些 reset的態度 居家小芹可以叫玲玉多喝水嗎 你可以自己跟他說 他不會聽好不好 他根本就不喝水 小芹我在等一個人的咖啡 上班每天都喝兩千 那很厲害耶 我也會加油的 一天 一千五 藥油吧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沒有一千 水應該沒有一千 但我會喝牛奶 沒喝水只喝飲料這樣 這樣不太好 但沒關係啦 不強求 仙人掌01 加飲料類就有 加飲料類就有 我也蠻想 我也蠻懷念 主要贏的 不行 在喝著咖啡你要嗎 謝謝小芹提醒我有會員影片做事 因為現在在執行 每日喝水計畫 我有看到 在一個人喝水 我最近在想說 我到底還可以 就是還可以做點 就是還可以做點什麼 然後 但我怕你們太無良 不然我想說 我可以開直播 然後大家一起 study with Koharu 還是什麼 運動 with Koharu 跟我一起運動 大家一起 居家運動 直接開直播 仰臥起座 直接 之後就直接去 手搖杯大杯全場 大杯全場 也太過分了吧 study with Koharu 你們會不會很無聊 每天唸詩給你們聽啊 每天唸文章 每天唸文章 小芹的唸文章計畫 要運動我先睡 覺得運動很棒 需要被提醒 我被上班被看你在被運動 我覺得運動很那個 你們可以聽我唸文章 好 唸文章比較實在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大家想要 大家有什麼 感覺可以一起玩的情況 想到某人唸歌詞 OK 你先動 看小芹運動 這樣我應該還蠻厲害 因為我平常 四十分鐘 只有運動的 進運動四十分鐘 然後 可以可以 再加什麼拉伸的 可以一小時 但如果直播兩小時的話 那我一天完全 完全把運動的時間都值夠了 一起剪影片 教大家剪影片 沒有到膠那麼厲害 我們能夠做的一起做的事情 選一下好像沒選 的話我們 真的是 沒在做什麼 可以一起 這幾首歌 這幾首歌是什麼 什麼歌啊 這是 Sloopy Dim的 是唸Sloopy Sloopy Dim 這是我的 加什麼 我的 有一段時間很迷的 比較 比較酷 也不酷 比較有節奏感的 在家一起好好反應 我們可以看你運動兩小時 我們在玩 non-stop 運動什麼 non-stop exercise 2 hours 喔 謝謝阿某成為粉絲團一集會員 謝謝 SSTR會開始很視訊嗎 你叫他們領一下我唄 你叫他們三個領一下我唄 小心你有Switch嗎 沒有Switch 開直播一起學嗎 好像可以耶 不然你在IG問我們問題 讓我們回答 像是貼一張小琴最喜歡的照片 之類的 每週給一個主題當作業 好像還不錯耶 不然 就是 我就在直播 不是直播 我就在IG上面 收集一下直播 大家的一些小故事好了 還是我們 啊我們可以就是 復刻 不是復刻 復刻的那個 小琴Talk的部分 重新再來一次 從頭計畫到尾巴 每次直播都變成固定的運動時間 好要設計一下從頭到尾 然後想個主題 然後大家投稿 是不是 蠻好玩的 我現在會變成一次 每次每次直播就是一次來跟大家 欸大家想一下這次 下一次的主題我們要來 玩些什麼啊 然後下一次再做這樣 哈哈 哈哈 天竟然看了你跟栗子的抖音 蠻可愛的 謝謝 企劃再開 再加就是要燒自己的腳 現在還有什麼 現在有什麼了 讀書 運動還有類 坦哥 跳舞 Rap 小琴的 小琴不會Rap 哈哈哈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是很不會Rap欸 就是我真的永遠 沒辦法 也不是永遠沒辦法 是可以學習啦 就是 踏入這個饒舌界 字都念不清楚啊 Rap就先不要了 沒關係 念不好 字都念不好 Lily Lily企劃 Lily秀 因為實在 連 可以分享的東西 都所剩無極 對 不然我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 最近 喜歡的 不是最近喜歡的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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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劇 那在每次結束前 都來 決定一下下回要什麼的主題 如何 可以耶 想說大家 我們就可以共享這個直播時間 最近在看的劇 今天在看的劇 是 浴龍 大家有聽過浴龍嗎 上次宿舍公園 有發現小琴唱Rap的時候 都會把 帽提帶起來 對 因為這樣比較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說過 城光遊戲 城光遊戲 是一個 遊戲 文字遊戲 網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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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 劇情類的 然後你可以選 選下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成光 有 是一個 遊戲網 然後裡面有很多那種 遊戲在裡面 就是自己 成是那個 橘子的那個 橙 橙色 橙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有一段時間 我 好像是看 遊戲實況 然後 然後 就有 留意到 一個作者 然後反正他做了幾部作品 然後其中一部就是 浴龍 然後他居然 對不對 差不多 文字冒險遊戲 然後他差不多 欸 差不多什麼 然後他居然出了電視劇版 然後 我是突然發現這個事實 然後 然後 兩個八十 就是 我突然就發現了這件事 然後 是 今年播的 然後我想說 欸 浴龍居然出了電視劇版 感覺要玩Pokemon GO吧 沒有 然後 我就說 欸 那我趕快去看 突然塞一個 然後 然後我就開始了看 浴龍的日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當然我猜大家應該沒有聽說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 啊它是一個 因為浴龍本來是 一個 呃 古裝劇吧 對 就是 很 一個龍王跟 龍王跟小丫皇的故事 對 然後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那個作者 應該是 因緣傳 因緣 因緣 因緣節 如果大家可以去查的話 你去查一下 因緣節 雖然它是蠻狗血的一些文字 文字遊戲 然後 然後 我以前有買那本書 就是它後來有出小說 然後我又買 因緣節 然後還有就是 作者的簽名 很狹眼耶 也沒有很狹眼啦 就是 真的是 是蠻好看的 女性像 有文字遊戲 雖然一開始我不是因為 我不是因為 呃 想要就是 玩遊戲而 看到這個 我就是看了一個 實況主 實況 就是它實況的很有趣 它叫散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對 散人 是中國那邊的 遊戲實況 小金也喜歡這類文字遊戲 我 以前蠻愛玩的 可是 可是 就像是 呃 什麼 日本不是也有出很多那種 girl game嗎 然後 然後 我還蠻愛玩的 可是我玩得很爛 就是我每次都要看攻略才可以 就是 通關 也不是通關 就是拿到好感度 所以 習慣族有趣的話真的很加分 他講話很好笑 對 然後 我昨天 我先說 最近 我真的有早睡點 可是因為 因為 如果有人打電話給我的話 我就會很興奮 然後 我就會講電話講很久 我就是一個很愛講話的女生 就是很 很愛跟朋友聊天的女生 不然 cover一些非AKB48的偶像歌曲上傳IG 最近偶爾有cover 所以 有啦 有在持續 因為 畢竟 我現在每天有 就是 練一練 很粒粒這樣子 我要講什麼 對 然後 這邊 就是 我覺得 每次 我覺得已經變成一個習慣吧 就是 跟夢夢聊電話的話 可以聊到天亮 的這件事情 很好笑 然後 我就跟他講 聊很多東西 然後 不行 你不能 不能 就是 阻止別人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很開心 不能 讓大家 就是 沒有人打給我的話 我會 很 很想要打給別人 哈哈哈哈 而且是我 而且是我跟別人說 要不要來聊天 對 沒有啦 是昨天而已 就是昨天而已 然後 然後呢 對 我就說 希望今天不要聊到天亮 但是聊一聊又聊到天亮 很開心耶 怕 然後 然後我們就在聊說 恐怖片的部分 就是 他問我說 小金你怕 他 他對待我去看 《密室大陶伯》 然後 然後 我就 我就說 他就說 你怕 你會怕恐怖片嗎 我說 還好 就是恐怖片還好 不知道大家有 大家會 就是敢不敢去鬼屋啦 你覺得呢 欸你覺得是怎樣 你們 你們會怕鬼屋嗎 然後 小琴是一個 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 不怎麼 認真的 進過鬼屋 大家有鬼屋的經歷嗎 說出來就會聊到天亮 就像個都市場 算是 還好 我記得 我 我其實 鬼屋的印象 只有 某一年的 海洋公園 就是 有一年的海洋公園 Halloween 的時候 就是 就聽說是很可怕 然後 我就跟我的一群朋友們一起 去了 然後但是我也沒有 我好像 也 我覺得工作人員們很好 所以 不認真的鬼屋是怎麼樣 就工作人員很好 就是 而且我 我是那種怕 但是 怕但是 除非jumpscare 但是我都會那種 的那種感覺 敢去鬼屋 可是不敢看恐怖片 鬼屋每天都去 只要有鬼屋都不敢看 還跟你說對不起 也沒有啦 就是 就是 聽說只要你 不要 就是 如果你看起來很怕的話 他就會 就是更加去嚇你 但是如果你看起來還好的話 他就比較不會 好像是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我不確定耶 然後反正 剛好去到的好像都沒有到很可怕 然後 就 沒有 那一年 就去 好像有去 三 四個 所謂的 就是 遊樂園的鬼屋 但是好像沒有到很可怕 所以 對我來說好像鬼屋的印象 沒有到那麼可怕 人扮鬼的鬼屋不怕 但真的鬼屋會怕 但不敢去 但敢去就是了 我覺得 我覺得鬼屋可以耶 蠻想去的 但台灣好像沒有比較有名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名的話 應該會很害怕 我覺得我是會害怕的人 但是 比起鬼屋 我比較不敢去 遊樂設施 然後 默默就跟我說 他就是遊樂設施 OK 但鬼屋的話 他會怕 他真的很怕這樣子 我想說 嗯 那我們不能一起去遊樂場耶 那 遊樂場耶 對遊樂園 這邊講的是遊樂園的吧 真的太可 太恐怖了 有些人要飛出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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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要飛出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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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是不OK耶 然後 呃 對 但是恐怖 影電影 影片 我就還好 就是還蠻OK的 就是 願意去看 但太 我不喜歡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是太 噁心的 太真實的 我懷疑我自己想像力太好 就是 可能你跟我講一件事情 然後我很容易會 就是有畫面 就是 嗯 就是 會比較好想像到一些事情 然後 就是 我會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 例如說 就是如果真的是 啪 然後就覺得 不行這樣 除了這些 但這些好像就可以這樣子避免 這樣就可以避免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 恐怖片還好 恐怖片有故事才比較看得下去 那就是有趣度的問題啦 謝謝Tim的掌聲鼓勵 謝謝 花球影城的飛天翼龍每次去都很怕 但每次都會去玩 真的很好玩 我還是在家玩惡靈古堡角 遊戲 遊戲就 遊戲的話呢 遊戲的話 遊戲 遊戲的話 不是有那種 我覺得遊戲很看氣氛 就是 那個 我覺得第一人稱的最可怕 就是 對 因為第三人稱的話 至少還可以看到 就是很明顯 你看 小晴有去過環球影城嗎 沒有 沒有去過 配樂很重要 對 恐怖片就是看氣氛 它就是 如果今天 你把耳朵捂住 然後聽不到聲音 然後只看畫面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人 幫你亂配音的話 那個恐怖影片 一定就不可怕了 遊戲以前很喜歡 啊有聽過 好像有點忘記了 跟你講一件事 你就可以自己 編劇做一部 一部連續劇 對嗎 我可以延伸你的故事 遊戲不要jumpscare就好 超討厭 就是 可是jumpscare 我覺得 我覺得氣氛 比jumpscare 如果整個影片裡面 只有一個jumpscare 我覺得還好 就是 下完就 沒了 但是如果整個氣氛 就是很 很那個的話 就 就會一直都在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如果是第三人稱 再給我一把槍 我就不怕了 抱歉 嚇到你 燈很暗 小心走 不要跌倒 可是我真的覺得 鬼屋的工作人員們 其實都蠻 人蠻好的 因為特別是 可能是那個時候 我看起來蠻小的吧 然後看起來蠻有禮貌的吧 看起來也蠻乖乖的吧 看起來就蠻可愛的 小小的小女生 這樣子 他也不敢 他也不好意思 把我一直嚇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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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有看轉來的 我不會 自己去看恐怖影片 就是恐怖電影 我不會自己去看 就是 如果跟別人一起看的話 OK 這樣 遊戲的話比較敢看 因為遊戲可以 遊戲就是可以操控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電影電視劇那種 就是他 鋪排得太好了 就是 鋪排嗎 對 反正就是 一定會做得很好啊 然後 就有點 嗯 你要想鬼戲他們怎麼MG 你就會覺得好笑 就是 就不會選擇自己突然去看了 對 但我想了一下 好像 就沒什麼人願意陪我看鬼片 就是 我記得 一家 一家不敢看恐怖片 然後 好像一次去看好像是跟 跟那個 在詩語的房間 看他的Netflix 然後再 下一次在大英語的話 就好像是跟玻璃這樣 空影片 看恐怖影片的話先看 啊對我也會我也會 先看留言 之前不是抓法法一起看 你說返校嗎 返校是跟法法跟 法法跟 詩語一起 對 然後 好像也不是我抓 是 就是他們問你要不要一起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看一下 TP誰就愛看鬼片 我不知道欸 但一定不是我 我就是個普通 但我好 就是自從他講了這個之後 我就突然就想說 其實我蠻喜歡看密室逃脫的 但先不講密室逃脫 為什麼要Q密室逃脫 好 反正就是 就是想起來就是好像 蠻沒有體驗過鬼屋的 就是 夏天嘛 說到夏天就會想到 西瓜跟鬼故事 會嗎 好像也還好 但是 但是 就是 就突然就是 喔鬼屋好像 沒什麼體驗過 蠻想要玩玩看的 那你不要看鬼屋的恐怖片 喔不是 泰國的恐怖片 因為這很可怕 認可認可 哈囉 哈囉人好 你是不是偶像中藝看太多 西瓜正常 那鬼屋是怎樣 吃西瓜的鬼嗎 一邊吃 西瓜 一邊 講恐怖 鬼故事 只會想到西瓜 游泳池啊 游泳池 我們可以去 游泳 我很久沒有游泳 游泳池 我是 游泳池 游泳池 啊 對不起 市膽大會跟蠟燭說鬼故事 那種 叫什麼 夏令營 然後大家 要睡覺之前 然後 開一個小燈 然後大家圍在小燈旁邊 講悄悄話 不是鬼故事 聊心事 然後就肯定會有一兩個人在突然講 欸 你們知道嗎 其實啊 學校喔 學校喔 有一個傳說欸 什麼傳說 聽說 一樓的廁所 倒數第二格不是經常開不了嗎 蛤 那個不是因為在放那個 清潔用具所以鎖住了 不是 那是因為 之前有一個老師 在那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不要在這邊講這個啦 小時候看了 學校都市傳說的鬼鬼還是被嚇到嗎 那是因為我把它鎖起來了 好好笑 我還在想一個 想一個 TV的 沒有 TV有很多傳說啦 但沒有那種鬼故事 先光燈再講比較輕 先光燈再講比較輕 小婷講得好熟練 哈 哈囉八子 光燈點蠟燭有氣氛 可以去看今天的一少年部 欸 我有看過 我有看電視劇 我好像有把幾季都看完了 真人版 TV劇場傳說 TV劇場不能亂講話 每次我講了一些比較 比較靈異一點的東西 然後 然後原子族就會說 原子族就會說 呸呸呸 趕快敲木頭敲木頭 不能這樣子講 這樣子 這也是劇場不能亂講 好 這樣 TV都市場的時候 不就是一個成員 手機放在前面 才找不到的東西啊 啊 誰啊 啊 今天會不見東西 為什麼 不知道耶 就是拍拍拍 趕快敲木頭 對 東西不見嗎 好恐怖喔 我也不知道 我很愛就是開玩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敲木頭啊 touch wood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敲木頭 你可以去問一下竹竹 竹竹為什麼 那個成員可能幸福喔 啊 蠻幸福的 這個竹竹到底要玩到什麼兒符號 你看他就不玩了 是的 嗯 為什麼福的叫福的 為什麼福的叫福的 因為他是熊貓 他是Panda 所以他叫福的 今天是2小時嗎 今天可能看到 時間半吧 時間半 時間半 左右 差不多 欸我播完我的playlist了 我覺得今天可以 講個故事 因為我們有 比較多時間 謝謝 謝謝中華妙妙的補夢晚 我領悟了什麼 我領悟了什麼 不然的話 我們的話題一直 停留在吃的東西上 好久沒有講故事了 你們要唱鬼故事嗎 啊不唱 你們要講鬼故事嗎 我覺得沒有人會想要聽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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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好可愛喔 小心 好久沒有 自從 上次 什麼 呃 上次網路不好之後 就 很 很久沒有講故事了 因為我覺得你會笑唱 我不會好嗎 我才會講故事的 很久沒有 對啊很久沒故事 啊 按到了 對不起 我剛剛也不小心按到 哈哈 好 十點鐘咧 大家今天是 五月三十一號 馬上明天就要變成六月了 六月欸 六月是不是該 來定一個新的目標了 對啊今天好順 最近都很順 因為沒有人 因為宿舍沒有人 嗯 還有什麼 嗯那個 星期一大家加油啊 雖然是在 還是就是 在家 工作的有 然後現在疫情也還是蠻嚴重的 所以大家也是注意 注意自己身體狀況 但還是要打起精神了吧 還是要打起精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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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音樂嗎 好安靜喔 最近都在下雨 我們來開個下雨的音樂 謝謝 信偉的 麥克風 小心也要注意健康 收到 叮咚 三十分鐘 今天的雨聲已經夠多了 會嗎 我看到窗戶我覺得很漂亮 就蠻舒服的下雨其實 欸如果 如果 我現在在這邊關燈 然後 這個的話 你覺得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 光線 我可以試試看嗎 欸 就很想知道 哇 好有氣氛喔 一個可以 沒關係 我有打光 大家是不是該睡覺啊 現在十點鐘了 我決定 等一下 播完 直播之後 然後 運動 運動完之後 洗澡 今天早點睡 明天就可以早點睡 我今天會早點睡 你們也可以早點睡 你們也可以早點睡 然後進入我們今天的晚安時間 嗯 嗯 嗨 那今天的睡前故事呢 剛剛看到了一個標題很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故事 叫做 叫做 不想當小白兔的小白兔 那小白兔到底怎麼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故事 好的 那 我要怎麼 我要開始囉 好 開始 有一隻可愛的小白兔 他最近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他覺得 只當一隻小白兔 每天只能吃胡蘿蔔 跟 青菜 一點都沒有意思 所以他想要當別的小動物 月亮姑娘知道了他的想法 所以就送了他一個魔法 說只要他把願望說出來 他就可以變成任何的小動物 小白兔就開心的出門了 剛出門 他看見一條大黃狗趴在路上吃骨頭 吃得特別開心 小白兔看得口水都要流出來了 他說 我要變成一條大狗 小白兔一下子就變成了一條 比大黃狗還要大的狗 他衝過去把大黃狗的骨頭搶了過來 張口就咬 哎呀怎麼那麼硬 我的牙齒都要掉了 他咬了一口很生氣的說 小白兔趕緊丟掉骨頭往前走 過了一會兒 小白兔看見一隻長頸鹿在吃樹上的果子 他心想 有那麼長的脖子該有多好啊 可以輕鬆的吃到樹上的果子 於是他就說 我想要變成長頸鹿 小白兔一下子就變成了一隻長頸鹿 他剛準備去吃樹上的果子 突然就跑來了一個大老虎 原來的那隻長頸鹿 拔腿就跑 然後小白兔就趕緊的跟著跑了起來 可是小白兔覺得脖子好長 跑起來特別累 一點也不像做小白兔的時候跑得快 他跑了好久好久 才甩掉了大老虎 然後小白兔就覺得很生氣 幹嘛那麼生氣 小白兔就很生氣的說 這個脖子太煩了 然後過了一下 小白兔走到 池塘邊 看見了一群小魚在池塘 自由自在的遊來遊去 小白兔 小白兔就說 我要變成一條快樂的小魚 小白兔再一睜眼就變成了一條小魚 在魚裡啦 可是他覺得全身濕淋淋的 很難受 一點都不喜歡 就這樣 小白兔又用魔法變成了好多種小動物 可是他都覺得不喜歡 小白兔開始想念當一隻小白兔了 到了晚上 他把魔法還給了月亮姑娘 謝謝月亮姑娘 我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 我不應該只羨慕別人的長處 看不到他們的煩惱 我覺得做一隻兔子蠻開心的 從那天開始 小白兔就覺得只做一隻小白兔 非常開心 故事結束 可是魚鱗放水是 是的 結論做自己果然還是最快樂的 沒錯 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不想當小白兔的小白兔 小白兔 謝謝初鋒的掌聲鼓勵 好 小朋友 下面到了回答問題的時間啦 那到底是誰送給小白兔魔法的呢 A是長頸鹿 B是月亮姑娘 看你們有沒有認真聽我在講故事 好好笑喔 是老師 答案是 是老師 你們知道答案嗎 趕快把答案告訴你的爸爸媽媽吧 是小太陽 閃亮閃亮仙子 好多答案 好啦答案是月亮姑娘 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不用去羨慕 不用一定去羨慕別人 所擁有的東西 因為說不定你自己其實也擁有很好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對 謝謝 綜合喵喵的愛的小熊 阿小就很棒 你們也很棒 謝謝 承恩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光的掌聲鼓勵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暗耶 雖然這樣子非常的有氣氛 但是我以後如果十點開播就這樣子好了 這樣很有那種 睡前 睡前的感覺 聊心室 謝謝中瑩的守護靈 大家覺得 我像什麼動物 我是問過滿幾次了 十點半關 差不多 這很適合晚上 最近比較 聽的比較多的答案是 小白兔 不是小白兔 兔子 然後 對 可是我開始 我就覺得我對動物的喜愛 越來越廣了 我覺得動物好可愛 我大概是兩個月前第一次去了 去了 就是 來了台灣 來了台北 住在台北 然後不是聽說 就是 然後就覺得貓咪很可愛耶 你都沒有蹦開 什麼意思 沒有我那天是跟別人去吃飯 所以就是沒有拍照 小青會想養貓嗎 嗯還好 想養豬 因為 可是我可能 暫時沒有想要養寵物的想法 我有想要養寵物的想法 那我不會去做 因為我覺得 現在還沒有到我可以 可以就是 去照顧多一個生命的能力 所以是不會 先不會這樣子想 對 但我就是有時候看到一些 嗯有養寵物的 就是成員們就覺得 如果今天你看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 然後就覺得 跟他就是跟那個 毛孩子嗎一起 的話就很開心 想帶你去明明吃咖啡 嘿嘿 對 已經講很多次 對啊可是 對 但我覺得我這個想法的話應該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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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不是一個人 嗯不知道 回去跟家人住 然後家人 比較有空閒的話才會養蟲 我吧 但我 很久以前 有養過狗的樣子 但我現在已經 不記得 沒有 沒有 沒有回憶 但是有 畫面 好像有養過 對 我覺得我需要有人一起養 就是我好像一個人 雖然現在也是一個人 跟一個人住 沒什麼差別 但是 還真的 蠻 蠻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很獨立啊 想養大狗還是小狗 小狗總是會長 長成大狗的 但是我要跟你們說 我應該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 TP TP 寵物 小琴的第一名是Cookie 超喜歡Cookie 小琴已經很獨立 嗯 我覺得還好 但我來這個宿舍之前 我也有自己生活過 生活過一段時間 但是 那也 嗯 一個人 但是 也是有人幫忙 就是 對 我也不確定 Cookie 超可愛的 牛奶糖 嗯 嗯 牛奶糖排第二吧 99喔 99喔 反正Bibi是最後 哈哈哈哈哈哈 Bibi最後啦 開玩笑了 Bibi真的是 很好笑 Bibi真的是很好笑 99對你有比對靈衣好沒有吧 他咬我 烏咪還沒見過 Bibi好可憐 髒Bibi 每天都在那邊 髒Bibi 不要再怎麼樣了 怎麼樣 Bibi很可愛 可是我 無法招架 我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 太就是 太 怎麼說 就是我無法控制狗狗 所以 呃 然後又覺得 因為不是自己的狗狗嘛 然後 99不認識你的 不是他不是不認識我 是我一直逗他 誰啊 那個大豬 大豬也愛咬我 雖然是我 自己去 招惹他的 我很愛招惹人 他好兇 小狗你有點陰影吧 雞娃娃 但是我覺得就 以前的 但是 還好啦小狗 沒有我覺得寵物都很可愛 貓咪最好 狗狗太過動了 沒有啊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看 就是狗狗的性格 對 大豬 大豬什麼都一樣 大豬 對啊 而且我忘記有一段時間 就是 Mina很想要 Mina很想要跟大豬拍照 然後 然後 我忘記是 他不敢還是 什麼原因 然後他沒拿到 然後 然後我就一直 然後我就 幫他拿這樣 然後就一直 地來地去 趕快趕快趕快 拍照 拍照 大狗比較乖 小型狗比較過動跟愛叫 可是小型狗 我喜歡 就是我覺得小小的很可愛 可是大的大的大的寵物 令人很有安全感的樣子 不知道跟Mina混的好不好 可以去問一下Mina 好好笑 但我曾經有一段時間也蠻想要養小白兔 小白兔 不是白兔 是兔子 是 好像 還沒有見過Momo家的兔子 好像去看兔子 喔 我有去過兔咖啡欸 兔兔咖啡 兔咖啡 蠟不蠟多跟黃金獵犬最好的 很酷 兔咖啡 對 小動物真的是非常療癒 嘿嘿 好啦 感覺差不多可以 來念個排行吧 十點半 今天真的可以早睡了 第十名是 謝謝好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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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名是 蛋塔 謝謝蛋塔 第八名是 中營 謝謝中營 第七名是 出風 謝謝出風 第六名是 謝謝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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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是 聽 謝謝聽 第三名是 說把 連嗎 謝謝 還是 還是 L還是 I know 第二名是 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一名是 姓維 謝謝姓維 好啦大家 雖然今天是 今天是星期一 對 週末剛剛結束 不知道大家 就是週末有沒有好好的在過 就是對我來說 週末雖然就是 現在比較多在家裡 有時候會忘記 新天星期幾 但是為了不要讓自己忘記 就是 每天早上都先看一下 今天星期幾 這是我的習慣 然後 週末就真的 週末這樣子 哈哈 對 星期一到星期五 可以 努力 勤奮一點 然後週末就好好的 週末這樣 這是我最近的 習慣 然後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又是一個星期的開始 大家可以 就是 加油 打起精神來 然後 期待下次直播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 不夢啊 忘記星期 還是要記得星期幾 對 有啦 我每天都知道 每天都看一下今天星期幾 儀式感 儀式感 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小青的直播 那我們就 下次 想個什麼企劃 然後 我們星期三 星期三見囉 大家 早點睡覺 晚安 拜拜 拜拜 謝謝華華的筆心 拜拜 晚安 謝謝你們來看我直播 晚安